足底的两股斗气更加浓烈 他们顺着云运修长的双腿 窜进丹田 云运猛地一惊 这是地之元气 地之元气 发觉自己失态 云运这才调整过来 然后双手看向清明附剑 一步登上最高的阶梯 双手马上不受控制地朝着剑柄伸去 一把便抓住了清明附剑的剑柄 一股触电的感觉 立马传入云运的脑海 这一幕被云姑等人瞧得清清楚楚 特别是云姑 她的眼中已经绽放出光芒 握紧清明附剑的瞬间 云运只觉 几身以上九霄云外 好似没在天门广场 周围的空间突然开始碎裂 时光开始疯狂倒流 也不知过了多久 云运方才睁开眼 眼前的一切令人震惊 云运从未见过这么美的地方 溪水清澈 鱼儿畅游 芳草鲜美 艳阳高照 每一寸土地都长满了花朵 散发着幸福的气息 这里存在着许多彩花女 她们身穿各色长裙 浑身典雅 手提花篮 其中躺着香美的花瓣 几只蝴蝶在花篮上空打转 花玉 或者说是多年以前的花玉 清明附剑 竟将云运的神石 带回了多年前的花玉 这个时期的花玉 四处都存在着喜悦和安乐 和平与美好是永恒的主题 没有勾心斗角 没有肆意杀戮 输影横斜 水清浅 暗香浮动 月黄昏 猛然间 一个全身藏入金袍中的神秘人影 进入花玉上空 她手提金光剑 脚踩七彩云 面如桃花 双目无黑铜 说不出的圣洁与权威 剑铜一线 露出桃花面 此人面容 深藏金袍内 虽是白天 却叫人看不清五官 唯有剑光闪烁间 依稀可见两道冲冠浓霉 不怒自威 刚一出现 这金袍男子 忽然转向整个花玉 力剑一横 清光笼罩整个花玉 仿佛一剑 便将花玉 与这片天空隔开 这模样 像极了 大开杀戒 花神 请教书清明剑 随我回天人府 接受调查 否则别怪我金环宇 灭了这花玉 天空之上 那金袍人影横溅立身 一股毁灭般的气息 遍布整个花玉 许多花玉中的女子 都是呼吸不畅 潺弱者更是直接倒地 就在这压迫性的气息 越发浓郁时 一阵剧烈地震来临 花玉正中心的一柄巨剑 开始颤抖 巨剑表面的石块 开始脱落 取而代之的是 极端的锋利 与永恒的青色 瞧见这青色巨剑 云云不由惊呼 清明宝剑 伴随着一阵地动山摇 花玉之中万花齐放 无数的花瓣飘向天空 形成了一个 五颜六色的花瓣漩涡 这花瓣漩涡 转动间 便已将这压迫的气息 消化于无形 众多花玉弟子 终于是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全都骇然看向天空中 那金袍身影 很难想象 究竟要什么样的修为 才会有如此威压 那金袍人影 看着花瓣漩涡 目露不快 明空跺脚 一股金光 砰地冲散了花瓣 那花瓣落下后 其中是一道美艳至极的身影 裸足昂利 双腿细长 弹群只能遮盖浑圆大腿 妖际以白愁而树 勾勒出最动人的臀部起伏线 再往上 则是一对汹涌的双风 以及一个足以令万将花瓣失色的面容 花神 云云见此人也是大惊 和我 也长得太像了 那花神出现之后 美目凝重 袖手一息 那地动山摇的清明剑 猛地缩小 然后飞入花神手中 他看着面前的金袍男子 小心道 你是何人 竟敢在花狱放肆 金袍人影 气势丝毫不弱 沉声道 天人府 金桓宇 花神娇去一颤 显然是天人府这三个字 带来的震撼感 他不确定道 据说天人府的金桓宇 年纪轻轻 便修为达到了地质不朽 今日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 虽然是奉承话 可金桓宇丝毫不领情 他冷哭道 少说废话 前几日上等借空 发生了屠城惨案 他们皆是死于清明剑下 现在我代表天人府 来查询此事 请你交出清明剑 并且与我回天人府 接受调查 此时正值日落黄昏 这金桓宇 背后便是落日 黄昏的西阳光 自他背后传来 这金桓宇向极了 世间最冷酷的执法者 要对花神痛下杀手 花神一惊怒道 放屁 我这几日从未离开过花狱 何来屠城之说 金桓宇不理会花神 金桓宇指向花神 有没有这一说 交出清明剑 回到天人府 便可自见分晓 不可能 花神断然拒绝 然后说道 清明剑 乃花神传承的重要物品 岂能轻易交出 你莫要仗着天人府 这三个字 寻思忘法 那金桓宇呼得哈哈一笑 随后 面色猛地冷了下来 早料到你不会就范 今日我金桓宇 少不得要为世间除害了 花音刚落 整个花狱上空 爆发刺眼的金光 那漫山遍野的花朵 在感染金光后 立马枯萎 焚烧 这金光带着极高的温度 来不及心疼自己的万千花朵 花神面色已弱道 果然是地质不朽的气息 怎么办 花神的修为 一直都停滞在地质不朽前 差一步便可地质不朽 可就是这一步 这一步 犹如天地鸿沟 宇宙之鹤 花神无论如何也跨不过去 正因如此 此时面对地质不朽的金桓宇 花神毫无办法 即使明知对方是故意找茬 花神也无计可施 新了 虽说自知不敌金桓宇 可花神的背后是整个花狱 那是花神家族一辈子的心血 他绝不允许有人破坏自己的家园 就算战死也不能 天人府惊环宇 今日假宫祭司 欲夺我清明剑回我花狱 我花神拼死迎击 纵尸骨无存又何妨 这话 花神自然不是临时作性 而是声波带着修为 传出花狱 呼唤一个能够相救之人 只是花神也不知道这人是否能听见 见花神淒厉呼喊 那惊环宇冷笑道 呵呵呵 别喊了 这片空间 早已被我金光剑封闭 你是无法护救的 花神面色如常 可内心却狂勇波澜 正在思虑如何才能护下花狱 如何才能赶走金环宇 金环宇不是那种磨蹭人 将花神不说话 忽然间 金光剑猛的一闪 漫天的金光 如同万千金山一般 朝着花神压来 这力量 已非花神可敌 这便是地之不朽的力量吗 真是叫人渴望 花神一步回到花狱大地 最后 清明剑不断舞动 这时 无数枯萎的花朵 在青色剑气的滋润下 不断复苏 无数的花瓣 感应到花神的号上 全部飞向花神的清明剑周围 仔细一看 仿佛每一朵花瓣 都倒映着一个世界 天空之上的金环宇 此刻终于变色 这便是花神一族最强斗技 一花一世界吗 有几分见识 花神冷言道 谁知 清环宇忽然将手中金光剑扔出 那金光剑在空中不断散发金光 金光愈发的旺盛 很快 清环宇整个人便淹没到了金光之中 同时传来声音 一花一世界固然高明 可半步地质不朽 以真正的地质不朽 有着天壤之别 今日便让你瞧瞧 真正地质不朽 是什么样的 说着 金环宇一手握住了旋转的金光剑 然后猛地后拉 那金光一瞬 便全部收缩到了金光剑中 金光焚尸 只见金环宇 猛地剑指花神 那苍天一般的金光猛地爆发 一瞬间便冲击到了整个花宇 花神剑壮心中焦急 若是这金环宇对自己一人出剑也就罢了 偏偏它对准的是整个花宇 花神若想护下整个花宇 那便需要将一花一世界 无情分散 如此才可护下整个花宇 可一花一世界 若分散 攻击力将会大大折扣 又如何敌得过金环宇呢 管不了这么多了 花宇是整个花神家族的心血 绝不能破坏 花神犹豫片刻便下定决心 随后无数的花瓣化作无数个世界 挡在花玉的上空 将金光完全阻隔 顿世间 在花瓣之中的世界开始尽数崩塌 无数花瓣开始枯萎 尽管金光强横 可一花一世界 却还是全部挡了下来 使用完一花一世界 花神虚弱了大半 脸色如同白雪一般 受死吧 正在此时 一柄金光再次一闪 那金环宇又是将金光剑扔出 那金光剑如同剑宇一般 朝着花神胸口袭来 花神剑撞 清明剑又是一拉 无数的花瓣 敷天盖地的袭来 挡在花神身前 形成最坚固的盾牌 可惜地质不朽的实力 远比花神想象的强悍 那金光剑如入无人之境 竟如切豆腐一般 便切开了花瓣盾牌 那金光剑一瞬间 便穿越了花神的胸口 血溅花玉 花神 众多族人 见花神被金光洞穿了胸膛 纷纷扔下手中的花篮 哭得梨花待雨 花神的生命气息 在快速消失 他手握清明剑 拼尽最后一次力气 对着花玉 挥了一剑 这一剑并不是伤害花玉 而是保护他的族人 而后 花神看向金光雨 欺然道 想夺我花神造化 万万不可能 花神 花神忽然对着清明剑 磅喷一口淋漓血 然后 不断掐绝 那清明剑 一阵颤抖 最后 以极致的速度 奔回之前封印的地方 一剑 插入地底 无数的青石 开始封盖了清明剑 请客见 清明剑 便封印了模样 任谁也取不走 花神陨落 清明剑归 花玉变天 云韵此刻 连呼吸都开始堵塞 他亲眼目睹了 花神的陨落 而自己则是花神转世 如此说来 岂不是目睹了自己的死亡 这是何等的恐怖 见花神身语 众多花玉族人 或哭泣 或慌乱 或害怕 总之 都是惶惶不安 不知道 自己会不会被金环云抹杀 不知以后 花玉会变成何样 一切都不知 天空之上 那金环宇 环顾四周 眼神漠然 似乎花玉众多族人 如同草剑 当下便抬起一臂 金剑再次绽放光芒 竟要将花玉赶尽杀绝 清环宇 不用这么绝吧 正在此时 一道妖魅的身影 从花玉之下飞起 此女一身奇异的香味 让人沉醉 那一身的黑裙 更是和花玉格格不入 她皮肤白得吓人 偏偏化了一个浓妆 嘴唇眼影 极是漆黑 此刻缓缓升空 就如同一朵黑色玫瑰 蛮横生长一般 金环宇见此女后 脸色并未变化 依旧冷冷道 徐新月 你不是让我帮你杀掉花神啊 为何现在又阻止我毁灭花玉 女子名为徐新月 闻言后悠然一笑 我让你杀掉花神 是因为想夺取她的花神造化 在我夺得花神造化后 我不就成了新花神 如此一来 为何要毁掉花玉呢 清环宇道 你不怕留下祸花 徐新月笑着摇头 从此以后 我便是花神 掌管花玉 千秋万载 清环宇面色冷酷 说道 留在花玉 可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徐新月魅然一笑 那笑容带着特异的美感 足以令万花 为此失色 那种独树一帜的黑暗美 令人心醉 此刻 他却笑咯咯道 呆子 你以为我想留在花玉吗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想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